新的女子团体在网路上引起热烈的讨论 就叫做摩店女孩 四个成员呢 其中有两个来自中国 另外两个是来自台湾 但网友讨论的内容却是说 人很漂亮但歌曲很过时 其中副歌的歌词感觉有性暗示 让很多网友大呼这样唱出来 真的好吗 演艺圈又出现新的女子团体 摩店女孩momo dance 新歌蹦蹦一放上网路 立刻被转贴到PTT 旧客版 引发网友热烈讨论 原因出在这四位漂亮女生唱唱跳跳 却搭配过时的词曲和包装 尤其副歌猛唱这一句 让网友大呼有严重性暗示 网友直接留言 一叠一叠嘘嘣嘣 这样的歌词直接拿来唱好吗 也有人认为人很正 唱歌曲却很烂 恐怕没有红的本钱 就连粉丝专页竟然只有19个人按赞 但影片介绍强调 请来蔡依林御用编舞老师张胜峰 也顺便解释副歌意境 其实Momo Dance四位团员中有两个中国女生 两个台湾女生 组团后主要市场放在中国大陆 尤其要主打夜店歌曲 歌词也多是大陆用语 也难怪台湾网友嫌弃歌曲舞蹈都过时 没打算在台湾发展 却意外引发注目 唱片公司也真的是始料未及 1点时高佩腾留意鞋台报道